再次走上球車 柯文哲交保夢碎 如今週刊爆料 他的嚴押關鍵 疑似是有收惠鐵證 希望在2025年底 就可以服務大眾 兩年前 金華城動土典禮這一天 就是神慶金行賄的這天 另外神慶金也在11月1日 將錢送到柯市府市長室 這金額總共1500萬 跟小省1500不謀而合 柯文哲10月1日創下首例 待在看守所拒絕出庭訓問 疑似還向罰警說 他不為難罰警 倒頭就睡 而北院延長羈押的理由指出 柯文哲以赴君臨天下 避逆一切 無視人間律法 凌駕法律之上的態度 他身為落選的總統參選人 在野黨主席的被告 故意刑索政治犯良心犯 就連被羈押在看守所 也能自意拒絕出庭 又如何期盼柯文哲交保後 能夠爭取道庭 而對此台北地方法院 尚未證實 也尚未作出回應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台北報導